各位朋友 中国解放军试射的这个洲际导弹 这算是把这个各国呀都给震住了 你看啊 这些友和国家里边 俄罗斯刚那个洲际导弹发射失败了 是吧 那个英国跟潜艇里边想发个导弹 好家伙那差点 回来把自个儿给那个炸了 是吧 只有中国发一颗成一颗 而且这次发射的呢 而且显示出了无比的自信 最开始呢 又通知了美国 美国呢 据说呢 派出了两架电子侦察机 一个是这个在东海 一个呢 是在这个 就是浙江一带 他们呢 原来想的是因为中国原来的时候 按惯例呢 都是在内陆发射 这次呢 没想到的 解放军呢 直接搁一板车 就拉到海南岛了 跟海南岛直接就发射了 这个发射的这个路径上 一架 北约或者是美国的侦察机都没有 侦测船也没有 整个的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侦测的系统耍了一遍 所以这次的发射呢 根本就出乎意料之外 一般的来讲呢 他们认为中国发射这种洲际的导弹呢 一般的都在发射井里发啊 这次呢 弄个板车 拉到野外 直接就发了 而且呢 这东西呢 是个固体的 又短又远 这玩意就太可怕了 而且这里边能放10颗到15颗分岛的核弹头 还都是前学森弹道 打水漂的那种 根本没法防 这个呢 确实 把这个各国都给镇住了 是吧 那这次呢 发射完了以后呢 美国的媒体啊 你比如说美国之轮 美国之音啊 美国之音呢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呀 中国发射的这玩意儿啊 应该是东风41 因为昨天呢 我给大伙分析了 我说从这个双追体的弹头的形状 一直到野外的这个无依托的发射的方式 是中国的东风31AG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呢 美国呢 他就说是东风41 是新型的导弹 那他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他这个说法啊 是根据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 这个所长叫苏子云的 那位一听啊 就这个台独的废柴啊 他说呢 推测 解放军试射的是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 它的造型比较接近洲际飞弹 你说这说的这不是废话吗 它的发射的火焰属于固体燃料 火焰的颜色呢 跟液体燃料是不同的 除非是全新的型号 否则的话应该是东风41 说东风41导弹呢 2019年中国70周年国庆阅兵首次亮相 最多可搭载10个分岛的核弹头 射程是1万2到1万5可覆盖美国全境 以前呢 中国极少向海上发射远程导弹 通常呢 是在内蒙古偏远省份呢 进行不公开的阶段的测试 这次是让你监测全程 你还监测不到 可怕吧 解放军上一次向国际水域试射中级导弹 已经是1980年 当时成功的向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 发射了长城运载火箭 时隔44年以后 解放军的火箭军再度进行了同类的测试 不排除是东风41的升级版东风51导弹 预计射程超过1万5千公里 最多可搭载14个分岛的核弹头 同时可攻击多个目标 这个显然是为了展示核威慑力 东风41是可以携带传统的弹头 也可以携带核武弹头的导弹 说这是目的 就是让美国知道 射程超越了所谓的第二岛链 可以到达夏威夷 也可能攻击到美国本土 是吧 那个好家伙 不是可能 那是肯定能覆盖美国的全境 反正是在他们嘴里边吧 反正是没别的了 解放军也就这个了 只有这个东风41东风51了 实际上呢 设的是东风31AZ 按照解放军的一贯的这个调性 是吧 他不会把最先进的导弹给你亮出来的 知道吧 这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解放军手里边的东风51甚至是东风61 是都在试验或者是猎庄之中 对吧 所以这帮人害怕 吓坏了 这个事情呢 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呢 倒是松了一口气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 事先确实是通知我们了 这一点上 那个表示赞赏 就是说减少了误判 这多吓人呢 你要不通知美国 这反正好家伙 那么一颗洲际导弹 直接就在中国升起了 那多吓人呢 不是说有关国家里边都通知了 人家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啊 是说我们只通知该通知的啊 你像一些关于什么脚盆机啊 什么之类的 那不在此例 那个有人说啥叫脚盆机啊 我也是想了半天 我才想明白 因为日语叫Japanese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换成那个中文的话 是跟那个脚盆机 这比较比较相近的读音 所以呢 日本的中国的网友 细称为脚盆机啊 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针对日本自卫队舰艇 进入台湾海峡活动 中国军队以依法依规 予以处置 中方对日方此举的政治意图 高度警惕 已向日方提出了严阵交涉 我们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重信守诺 谨言慎行 不要给中日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制造干扰 脚盆机一边呢 要求中国政府不要仇日 一边呢 不停的在挑衅中国的底线 这脚盆机确实是 这脑子里边都是鸡粪 浑的 你知道吗 而且呢 还相当的自大 昨天国民就相关问题 做出了阐述 中国的国防部 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信息 这是中方的年度军事 安排 符合和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并提前向有关国家进行通报 至于你问到的具体情况 请向国防部询问了解 言下之意就是 脚盆机你问不着 你知道吗 那个说的再直白一点 说日本你算个鸡毛啊 不就这意思吗 你不是有关的国家 你知道吗 那位说他怎么不算有关的 那是啊 对吧 要给日本种蘑菇 那用得着东风吗 是吧 那火箭弹就够了呀 就够着了 是吧 所以你 你算个鸡毛啊 你上来跳 跳脚 跳什么 跳 是吧 这个 可以说是伤害不大 这个回答侮辱性极强 脚盆机算个鸡毛啊 对吧 好吧 那个中央电视台啊 对发射的这次 这个洲际导弹呢 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他说呢 这次发射呢 是在一片草地上进行的 一般来说呢 洲际导弹有四种发射方式 地下发射井 核潜艇水下发射 陆基 铁路机动发射 陆基 公路 机动发射 这四种发射方式呢 各有特点 这个平时呢 敌方呢 会通过卫星各种手段 寻找发射井的位置 因此呢 地下发射井呢 是最容易被打击的发射方式 但是呢 这个 现在的这种 随时拉一板车 就出去发射 打一枪换一地方呢 这玩意儿就没法防了 对吧 而且呢 这次发射的这个 又短 又粗 还远 是吧 这种导弹呢 显然放到潜艇里发射 那也是非常方便的 中国呢 在这个洲际导弹上 已经确实是 做到了世界的 领先 啊 这一次呢 有人注意到啊 这个洲际导弹呢 是双追体的弹头 有人注意到了 军迷都注意到了 是吧 双追体的弹头 猜测出来 这是东风三二一 AG 啊 这个 其实呢 从这个照片上看到的呢 军事专家说呢 也不准 这只是外壳 这个外壳呢 出了大气层 就会抛掉 啊 所以这个导弹里边 是否搭载的是 双追体弹头呢 这个 没有 呃 没有这个定论啊 没有定论是吧 这个射程呢 也没有明确的官方数据 啊 东风三二一A的最大射程呢 是一万一千公里 而东风三二一AG呢 比东风三二一A还要先进 是吧 也这个 中央电视台呢 找这个军事专家做求证 军事专家也说呢 关于型号呢 目前呢 还不方便细讲 目前呢 高超音速导弹呢 经常采用双追体弹头 可以减少空气阻力 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和穿透性 啊 是吧 这个 说现在呢 不方便告诉大家 到底是什么型号 好吧 这个 基本上可以确定 按照 我们的这个逻辑分析啊 极大的概率 就是东风三二一AG 东风四十一 东风五十一 那个 过于先进 不便 展示 点个订阅 咱们 下集再聊